民進黨創立到今年是31年 那我們今年的拳代會就有一個檔期入場 然後向檔期致敬的這個儀式 那我們常說今年可以帶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感受 因此把它改編成這個交響樂的版本 那裡面我們使用的樂器就是一個完整的交響樂編制 那由小號來做他的主旋律 那當然中間有一些行進的那個節奏感 這個也是我們就用效果跟滾奏的方式 然後來營造他的一種更比較莊重 然後更具一種歷史感的一種效果這樣子 那他其實配樂的那個 因為以前我是創作電影跟廣告的配樂 所以會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就是說他在檔期的進場這個虛擬 就是擴增實境的這個檔期進場 讓大家有的那個情境是怎樣的樣子 然後就是想要讓大家永樂 就是黨代表黨員們都民進黨統治有一些不一樣的感受 那這一次那個不會說取消啦 就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黨旗進場 那以往我們通常就是一面黨旗 用直旗的直旗官來把黨旗就是帶進場 然後有一個琴斜的角度 然後眾人像黨旗先關注你 那我們今年就沒有用這一面就是物質實體的這個檔期 那我們採用的是就是擴增實鏡AR 那就是大家在現場的頭影中呢 會看到一面很大的這個旗子 那在眾人的頭上狂狂的神旗這樣子 那也呼籲我們的這個檔期 就是綠色的旗升上天 我現在拍到這一個 這個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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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座位 這個座位 我們不是找真的月團實路嘛 所以就會特別要來找 安妮貝克拿著 就是找這位先生的音詞 男人吻音詞 對對對 安妮貝克